你們好,就是我現在仍是在南投的偏鄉做社工這樣 那也是剛剛像餓水那情況一樣 我們那邊幾乎都是老人家 對,那像我這個月就服務了 關我單一一個業務就服務了一百位老人這樣子 對,對,所以我其實也 聽你這樣講我就剛剛有想到說 你說希望就是青年是可以先回來之後才能夠 就是看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那我的想法是說我覺得乾脆可以創造一個 在當地可以有一個什麼樣子的吸引力 可以讓這些青年們更願意回來 對,那我想要詢問就是你有沒有這一塊的想法 就是你想要在餓水做一些什麼才可以吸引到這些青少年 更青年更願意回來家鄉做工作 對,因為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花蓮人 但因為我的工作在花蓮的話是薪水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養得活我自己的 對,就是相較之下會比較低薪一點 對,所以我一直也很想要想說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可以促使我更能夠回到我的家鄉這樣子 對,謝謝 我怎麼突然撞 好,就是對啊大家都會問說我們有沒有想要做些什麼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回來這樣 那這個問題我也常在想 那嗯 現在其實也有一些地方他做的一些比較 不錯的 類似一些社會氣候的什麼 譬如說像 像竹山那邊有一個小鎮文化 對他們在做一個比較類似一個 從 從 旅行或是在地的產業的 輔導跟一起的聯合的發展這樣 對那我常常會對我自己就是 當我開過一間咖啡店之後 我就不會再去做第二場生意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很不適合 我不適合做生意 但是我還是只適合做音樂 對那 我覺得從我一個 就是單純做音樂的人的想法 就是我剛剛跟那個大姐在講說 我覺得回來住很重要 但是我又想說 回來住要幹嘛嘛 因為你真的沒有辦法回來 對 所以我現在稍微有一點 自己小小的作為就是 我開始很希望那個 身旁有一些朋友 你是可以 你的職業是可以 像我這樣 你是一個自由的獨立工作者 你的收入是從外面回來的 你把外面的錢賺回來 回來這個地方住 這樣的人你可以先回來 所以我現在其實蠻鼓勵 像我後來也找到啊 餓水後來也有一個很有名的插畫家 一個小一個女生 他畫插畫 他是餓水人 對然後他的男朋友也是餓水人 我現在非常大的 不斷的洗腦 回來 回來啦 回來啦 因為你不用 對啊你可以靠切案子 就可以過火的時候 現在網路時代 你可以先回來 就是以最能夠 最快具備有這樣的條件的人 就是先回來 我現在不斷在 我現在好像Sales一樣 你知道嗎 我去演唱 就要跟大家 趕快跟大家講 你有這樣的條件的 媽媽你先回來 我們先把人湊齊吧 有了一些人的時候 真的比較好 好來談我們要幹嘛 但是 其實基本上 常常有人去餓水的時候 會說 哇你們這邊真的很適合去發展什麼觀光啊 文創啊什麼 我都說 對 就是因為你說的 他很適合發展觀光文創 所以 拜託不要 也係 當然觀光可以發展 但是不是 大家想那樣子 我們就來這邊開一個民宿 我們就來這邊 種一個花田 弄一個什麼 什麼音樂祭什麼的 很多人在問我說 你為什麼辦一個音樂祭 我說一般音樂祭很簡單啊 問題是那個東西 就像煙火這樣砰一樣 你沒有一個 你這個音樂祭沒有背後的 在地的紮根 我不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常人來了 看了一個東西消費完了 垃圾丟了 走了 這是很多很多 這是台灣現在最常發生的 對 到向下去 玩個一晚 然後我不知道它玩到什麼 對 光這個東西 對啊 光這個東西我們就常在 在討論 怎麼樣讓 餓水 可以讓人喜歡 讓人想要來 好 甚至讓你可能想要在那邊創業 但是創什麼業 大家 一起來 討論 一起來討論 的那種創業的 的方式 包括我們自己其實 也一直想要在那邊做一個 青年旅社 背包客棧 但是要做一個怎麼樣的青年旅社 你如何跟這個 在地 結合 你如何讓青年去到鄉村 不是一種消耗性的 不是那種只是 啊來打工度假 然後換個什麼 農 農田體驗 那個體驗之後都把農夫給搞 搞得很慘 就不要體驗 你要來那玩真的 就真的來學種田 那學也不可能是那種 什麼兩個禮拜一個月 對啊 我就真的很希望是可以 或是說 也蠻希望那種是 就是 像瑞淳這樣是有 對教育充滿熱忱的 不管是學生 或是一些人 可以到 鄉村來 然後藉由我們這樣的一個 青年旅社 或怎麼樣的運作 讓他們可以 可以接觸到地方的小朋友 對 地方的小朋友 地方的小朋友 然後 我們再來想可以幹嘛 而且我覺得好多東西是 是需要很細膩的去 去抓 你到底要幹嘛 對 但是沒有辦法說 我一下 哇我們就可以 我覺得那好恐怖 欸最好會遭監你 對 但這個是我目前現在的一個 對 好我能力只有到這裡了 說實在我現在能力 目前只有到這裡這樣 對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還是 交朋友 對 你回家 回家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要我擔懶 對 地方擔懶 然後包括年輕人 串聯 我現在在二歲 也認識了好多啊 好多人啊 然後包括我自己 隔壁 我自己家鄉在隔壁天中 然後 剛剛那邊有一個 對小學嗎 對小學嗎 對 對啊他剛好講到一個多霸 多霸是我們那邊一個 一個 一個社區的 他做社區導覽的 對 然後我最近也常跟他在談一些事情 包括我去年 做了自己回到天中的第一場演唱會 我選在東智 就是跟那個社區發展協會 我們一起在他們的 一個許氏宗祠 一個廟的前面 做一個演唱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跟他講說 我不想要那種 好像什麼青年返鄉 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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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們就來 做一個自我介紹的認識 對 讓 自己家鄉的這些 阿公阿嬤 這些 這些 爸爸媽媽們 可以 透過我音樂來 大家來聊一下說 農村莊姓是誰啊 阿達是誰 阿達是誰 這樣子 我們來做一個自我介紹 我覺得這一個功夫是 必須要下很重的 你要長期去 去耕耘這一塊 老實講 我都覺得有點像在選 在選什麼鄉長或議員 很像喔 我剛回去到 到二水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在選議員喔 看到人 阿伯你好 阿伯你好 一定要叫 阿伯都不會給你印 他看了就覺得 他也不知道跟你講什麼 我都很主動笑笑的 阿伯你阿伯你 一直叫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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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叫 叫他有一天就會 就跟你點頭 對 我覺得這個功夫是真的 回到家鄉的時候的 第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就是交朋友 對 好 二水那邊既然都已經老年化了 那 年輕人也沒有回來 那他們那邊的農業 田到底是誰在耕種 還是那些老人嗎 大部分是休耕狀態 修耕 對 很多田是修耕 或是他們還是繼續耕種 那 是不是有一些 有自青年想要做有機耕種的時候 可以整合那邊的農地 讓那些年輕人去做有機的耕種 嗯 有 那邊現在有一個農夫 有一個大概50歲的農夫 對 他在做 對 世紀農園 他開始在推動 那他昨天還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因為 像西州他們上水米 就是 就是在西州那邊成立 就是把一些做 生態的 比較有機種植的農民 然後用七州的方式 做一個品牌叫上水米 那昨天那個世紀農園的農夫跟我講說 他其實蠻希望去跟西州那個 去跟上水米談說 能不能不要 不要只有 西州 他能不能成為一個平台 因為 餓水真的很適合發展生態的農業 因為他沒有工業 對 他沒有工業的污染 他很適合 然後他水源充足 超充 全張化線最不怕 最不怕沒水就是餓水 對 他 他就直接從 對啊 他是巴寶鎮的源頭啊 對 因為我回到我家鄉裡面去 水池被舔土 水溝 沒有以前那些 有山枝 火柳了什麼都沒有 那 二水那邊的環境 水池的環境 還是有那些 野外的那些生物存在嗎 二水現在 其實還是有啦 因為 因為我們覺得最注重的就是說 很多人把農藥把裡面的一些生物都給殺死了 那假如那個環境還是很自然的環境的時候 對有機的種子是非常有幫助的 對 二水先天的 現在先天條件是還蠻不錯的 最後八分鐘 要問的趕快問 對 都沉默 那我們要結束 有有有好 謝謝 謝謝你 非常感謝你沒問題 其實我不算要問問題 我只是不知道阿達有聽過土溝村嗎 對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 當然他們其實努力了很多年 然後他們真的看到有年輕人願意回來 開了披薩店 然後 對 然後就是他們原本一開始很 很緊張說披薩店會不會活不下來 後來發現 因為农村剩下的小朋友跟老人 然後小朋友每天都跟阿嬤說我要吃披薩 所以披薩店就聲音很好 對 我覺得是一個蠻值得去思考的方向 對 大概是這樣 對 對 對 雲林縣今年有一些小計畫 透過一個雲科大的教授 在當地這三年的時間 會想要培植一些當地的一些生活產業 只是我看看看 我看著那些計畫書 我有點找不到方向 我想這遇到的問題 應該跟彰化二水那邊 遇到的是類似的 到底要怎麼樣去鞏固 他周圍的民風 願意把一些生活的東西 一些工藝品之類的帶進來 不曉得您這方面有什麼想法 好 好像講到一個產業了 我們現在在餓水阿 就是 有發現到另外一個問題 跟這個東西類似阿 對 就是 很多的空屋 很多的老房子 其實都可以利用的 但是你永遠住不到 對 我們後來才發現 像我當初要回到 要去到餓水租房子的時候 真的是 還好是巧合 剛好有朋友的朋友 住過某一個三合院 給了我房東電話 否則你問在地人 連在地人自己 連我的房東自己都會覺得 你要來這邊 要住三合院 有夠難了 可是它空屋很多 而且很多很漂亮的三合院 我覺得都可以 都可以租下來 住阿或幹嘛 對 但是真的很難 住到 一方面是因為 三合院 我去住了三合院之後 我才知道 因為三合院都是 產權很 是在很多人的名下 你有可能就是 三間的房間 可是底下可能有50個人 所以它也沒辦法賣 它要租很麻煩 它要把其他的那個 好幾十個的親戚 全部問過一邊 所以大家選擇的就是 放著就好 反正放著也不需要去煩惱 就放著 然後我們就開始看到 放著 每一間都放著 放著 放到一間一間在後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最近因為 我們樂團成立了一個工作室 成立一個 登記一個公司 本來我想要把那個公司 是地址登記到我現在住的這一個三合院 最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面 搞超久 不行 因為它不是一個屋子 因為房東 他們已經 就是 屋主 現在我們那個地上的 那個地上的 屋主是他的房東的爸爸 已經過世了 然後之後呢 他們就再也沒有繳過房屋稅了 所以它不是一間屋子 他是繳地價稅 所以它是一個土地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你的公司登記在這裡 我就開始 突然明白了 那 我們在鼓勵大家文創 文創價 你連一間屋子都沒有辦法處理好啊 最後房子是就是放著 蛤? 藏域有了 對 周圍嘛 我們現在連屋子都沒有辦法處理好 我一開始真的 我們很密集 那時候問雞婆咧 對啊 我們就還去看附近有哪些空屋子 先找好點啦 然後看有沒有朋友要回來住 要幹嘛的 現在結果 結果我連一個 房子都處理不好 連我自己都遇到碰壁 我最後 最後我們的公司 就登記到我家 田中 那我們就光思考 這件事情就已經在想說 那怎麼辦 連一個你要讓人進來 幹嘛的這個屋子 都沒辦法的時候 對啊 我們就突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必須要被拿出來 談的 那當然二水其實它 它很重要的產業還是農業 對 對 二水它是 就是它的先天的條件 就是一個農村 這就是一個農村 然後它有八瓜山山脈 也是一樣是農業 那邊種柚子很出名 白柚 很出名 然後平原大概就是 就是就是種稻的 幾乎就是種稻的 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真的也是在想說 一定要跟在地的產業做什麼樣的結合 所以 一開始就會想說 好我們先來把我們農村商區的穩定好 我們先來弄一個 工作室的基地 結果開始就連一個房子都搞不定 連我剛剛要講那個 我們本來要做一個青年旅社 不好意思 那個房東的弟弟 不答應 很諷刺的 超諷刺的是 那個弟弟是住台北的 他的哥哥住在當地 他哥哥很 就說好好 叫他弟弟說 不愛 就 沒辦法 就 我們開始就為了 因為房子這件事情 就已經 不知道 怎麼再去走 走下一步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它是必須被 拿出來討論的 空屋 你說空屋 你說老屋的再利用 但是老屋的那個 產權問題 包括怎麼樣可以 成為一個 商業利用的 空間 都是一個很大的 在法規上都是一個問題 對 這是我自己 我們自己在餓水 碰壁的 對 還好有 還好有回餓水住 才可以意識到這個 這個事情 不然大家可能都覺得好像 啊就是 可以怎麼樣怎麼樣啊 對 沒想到就是 就一個那麼簡單的一個 一個登記 公司的登記都是 很有問題 然後 老屋出租都是租不到的 嗯 謝謝你要補充 對 謝謝你要補充 因為他其實在台中也是找了很久 還找到這裡 還好 還好這個 這個並沒有 呃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既然有 有這樣一個據點 大家盡量來用 只是說 我覺得有 我會想到 想到 不管是任何一個都市 或是聚落 的發展 你如果回溯到五十年前 或是一百年前 人群的聚集 通常會有一些共通的 興趣 共通的興趣 或是利益 或者是說 這個 這個環境 是適合什麼樣產業發展的 所以人就聚集到這裡來 然後自然而然 就發展了一個 一個產業出來 所以有 我們看到有農村 有漁村 那甚至 譬如說 開始有工業區 這樣子 可能都跟這個環境 是有關聯的 所以我在想說 我剛剛 很多人問了阿達這些 要選選縣長的問題 縣長可能 要來想的 可能阿達都 都在想的 只是說 可能 我覺得他講的也是有道理 就是說 也許 就先把人找回來吧 那這些人 每個人他能夠做什麼 或是他們有什麼共通點 或許就會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二歲 或是哪一個社區 或是哪一個區域 他未來 接下來可以發展的走向 所以剛剛我們有花蓮來的 有南投來的 也許 我認同阿達 阿達講的 就是 不管怎麼樣先把這一群人找回來 能做 欸 對 不是把人 先把人找回來 而是你去做什麼 你去做的以後 是 吸引 跟你有相同裡面的人 可以一定對你一起做 去做這個 就 我知道 但這個 阿達壓力很大 你知道嗎 不不不不 所以說 他可以去教那個阿公阿嬤Rap 對不對 教那個 你熟悉的音樂啊 教小朋友打擊的啊 齁 然後透過打擊 你可以衍生到很多 很多不同的 課程啊 然後就會 有興趣的義工 一起過來 你可以認識 另外一個成真心的朋友 有理想的朋友 所以應該是 你要先去做了什麼 而不是把人找回來 因為 你沒有什麼 叫人家為什麼跟著你而去呢 所以我現在要回應到 我自己現在在做想想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對對對對對 我以為我自己能夠先做什麼 然後大家就來了 那結果沒有 沒有沒有 喔來了這麼多人 你還說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喔 應該是說 怎麼樣大家一起來做一件事情 這個是重點 那 你剛剛講的感覺是好像阿達 或是他個人 先來做一件什麼事情 但那個是絕對 那個要大概很久了 你的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效果出來 大概要很久 嘿 但是要一群人一起來做 就像現在我們有NGO 我們現在有折武 是因為有折武的關係 我們才有辦法把人聚集在這裡 靠我一個人沒辦法 我一個人沒有這些人會過來 誰會要來 你們舉手 兩個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靠折武 折武或是像賴和基金會 這些 我們朋友們 一起聚集 把力量聚集起來 人才會來 所以我 我不是不認同 我 當然啊 當然 這也是一個可能 就是我 我們還是會先 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 出現 我們才有辦法做事情 一個人 沒辦法 這個是我自己 現在 呃 撐這麼久 我必須說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 呃 老實說 真的 我最近聽到一個比喻蠻好的 就是說 我們看起來好像在跳水上芭蕾 但其實我們都在溺水 我們在溺水 然後被看成在跳水上芭蕾 但 沒有那麼浪漫 真的是 其實是很辛苦 然後 真的靠 單獨的力量是 呃 不敢說沒有 我相信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覺得至少 對我們這些 對NGO的朋友來講 我們相信的是 群體的力量 而不是說單打獨鬥 我希望 透過不管是任何NGO 我們能夠把力量聚集在一起 那個發揮的影響力會更遠更大 這樣 有我跳下去了 然後 好 對啊 這個東西很蠻重要的 那 呃 我 其實補充一下 剛剛瑞全講那個人的東西 我 我後來回到那邊啊 就開始 開始去尋找 年輕人 然後有沒有想法很相近的 我開始就很像 比如說田中 後來開了一間咖啡店 去年 我就去拜訪 那個咖啡店 後來田中也開了一間 義大利麵 我先去吃義大利麵 你也覺得天啊 這一定有去外國肉粿 這麼長 我就去吃了兩三次 到了前天 我發現了老闆娘 加我臉書 我就發現 唉唷 對啊 我覺得那個交朋友很 就是先把那種已經在 然後大家已經有點能力 然後我也跟那個咖啡店的老闆講說 唉唷 沒辦法任天來你這裡唱這麼歌 好 我開始想要做這件事情 對 我這時候我來你的店唱個歌 然後 我一樣啊 就是像我去年回到田中唱歌一樣 我們就找一些人來啊 或我的小學同學啊 大家現在聚一聚啊 然後我 藉由我唱歌這個活動 大家聚一聚聊聊天 聊著聊著 又就有一些事情出來可以做這樣子 對 這是 我開始慢慢在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大概 今天這場 討論到這邊 那其實我覺得 剛剛那個討論還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 賴的基金會長期啊 都會被 我們 其實我們在中正路 跟中民街口 在彰化 大家如果沒有去過 歡迎來 然後其實我們在館內的時候 常常會有人走進來 告訴我們說 啊 你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你們應該怎麼樣 對 可是對我們一個民間基金會來講 我們到底能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們的 不管是經費有限 或是說我們的人力有限 其實我們 只能依靠 可能這幾年在運動中 或是說之前 營隊累積下來的一些青年志工 甚至我們的導覽志工 所以我們其實 期待的是 走進來的人 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一起怎麼樣 對那我想其實 瑞全的分享 跟阿達的分享 我想 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也許 可以一起來想說 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對 而不是 其實基金會來講 其實我這幾年 我非常不太喜歡辦論壇 因為 有時候辦論壇 就覺得好像大家 都講一講就沒了 可是我覺得 人的生命有限 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樣的行動 去付出去改變這個社會 那 那個想一想之外 也許也要去付諸行動 那 我覺得瑞全跟阿達 還有 總理還有很多我們在 台北打拼很多髒話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這幾年 因為街頭而相遇 然後我們用音樂 文學的藝術去改變 然後讓很多人去 認識這個社會 去一起去行動 那尤其年輕人 那 現在我們進到下一個階段 是當我們覺得 不應該只有在台北的時候 我們回到自己的家鄉 想要去創造一些事情的時候 那 呃 我們因為一些機緣 而相遇的朋友 我們有沒有可能 一起來想一想 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對 而不是 把他們推在前面說 欸 你應該先做什麼 對那 我想辦那盒音樂節 也是我們不是只有今天賴和 而是 希望透過賴和過去的精神 雖然是五月他的生日 可是我們也希望把 散落在彰化中部 有想法 然後有想要行動 可是沒有夥伴的朋友集結起來 對 那我想今天也 今天一起來參加的朋友們 也許你也在尋找你的行動夥伴 對 那希望說今天晚上的分享會之後 我們可以一起來想一想 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 對 那 那 這是我們的第一場 那很高興有這麼多的 很棒的討論 對 那希望說 我們 明天是我們 明天下午兩點 我們在 阿達的歌聲的話 那明天下午歡迎到 參加我們的賴和音樂會的看幕式 賴和音樂節看幕式 而且有全球首播的那個 紀錄片 對不對 全球首播 對 那瑞全的部分呢 他今年就是先休息 對 然後 對 因為他最近要準備下人生大事 對 我想我們接下來 音樂節之後 我們也會有一系列 就是邀請各個 在外地的朋友一起來 對 然後剛剛其實瑞全他很客氣 他說 他有約略的提到 其實 經營這個咖啡店 從來不是像 那些廣告 或是政府宣傳的 說 其實只要你找個 房子 然後兩個人 然後就是放棄高興就可以 對 其實從來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對 所以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志工也有 也有建議我說 我們其實每一場 應該要讓來聽獎的人收費 這樣子 可是我自己 一直很掙扎 因為 我從來都覺得文學跟藝術 它其實應該是一個公共財 那 它不應該透過去付費 才能夠得到 那當然台灣現在走向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 藝術表演也是需要去支持 可是對 我自己還在 沒有思考很清楚這個部分 對 可是我想說 我們創造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來聽這個講座 可是當我們相遇之後 我們開始認識 如果你也認同 像瑞權經營想想的 這個理念 還有阿達他們在 音樂上面的創作的一些想法 還有賴盒基金會做這些事的話 那歡迎大家就是可以高官 不管是購買產品 或是點一杯飲料 甚至可以捐款 然後買我們賴盒基金會 這次的周邊產品 因為相遇我們才開始有互動 對 那我想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也加入我們賴盒之友 那一起來讓 一起用 大家出錢出力 然後讓台灣的這個社會 教育文化更美好 那今天晚上非常感謝大家 一起來 那也再次掌聲 謝謝瑞權跟阿達 然後還有謝謝 哲舞自己要結尾對不對 好那等一下最後要記得拍大合照